我们实际举一个例子来看它要怎么做 那各位因为CMOS刚刚说要五道光照对不对 黄色绿色粉红色红色跟蓝色是五道光照 那五道光照太复杂了 我们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只做三道光照 我们只做左半边就好 所以各位看左半边 左半边是不是有三道光照 第一道是黄色 要做N水沟 第二道要做粉红色这个 第三道呢把蓝色跟红色一起做上去 你可以一起做啊 你可以分开做也可以一起做 所以就三道光照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MOS做出来 那同样的原理你只要变五道 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看这个NMOS怎么做 首先是不是要先挖这两个黄色的东西 让它变N型 好怎么做 请各位翻到课本 翻过来 284页 我们来看 第一种方法叫做高温扩散 去做那个水沟 那怎么做呢 各位看这个图 首先呢在细晶圆上呢 先涂一层塑胶 涂好之后呢 把第一道光照放上面 打紫外光 各位打完之后 各位这光照 你看到这边只有一个MOS字形嘛 对不对 这两个是MOS字形的意思 从墙壁进去再出来 MOS字形 只有一个 实际上不是一个哦 各位还记得吗 一个光照上有多少MOS字形 有2500万个哦 所以我打光的时候 是打一次 2500万个影子就上去了 好 各位告诉我 这边的塑胶是不是被打坏啊 化学套品是不是溶掉 接下来呢 把这个晶圆拿去呢 涂一层0 各位还记得什么是N型吗 N就是从4A的系里面加什么 5A的氮磷生体壁 我用0可以吧 0是5的嘛 各位涂完之后的这个0盖起来 最后呢拿去泡化学套品 把塑胶给融掉 那塑胶融掉的时候呢 它上面的0是不是跟着就掉了 是不是只留下中间这两个 可以吗 留下中间那两个0 那重点是那个0有多宽 就是线宽对不对 所以这个0的宽度呢 大概就是 0.1微米嘛 大概啦 Roughly啦 我知道0.1是中间啦 但实际上旁边也插不了太多嘛 就0.1左右 各位 这个0哦 在加热的时候呢 你把它放到这个炉子 这个炉子呢 叫做高温扩散 你把刚刚那个细菌也放在这里 加热之后呢 这个0虽然是固体 但是在这么高的温度呢 它会慢慢渗进去 渗到下面去 凡是被它渗进去的地方 是不是变恩型 这样可以听得懂吗 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你 你把这个塑胶摆在这个桌子上 它就会渗进桌子里 然后你说怎么可能 这个塑胶怎么会渗进桌子里 可能 你只要这个摆个两亿年之后 你再来看它就跑到桌子里去了 你说我不能等两亿年 我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让它渗进桌子里 可以啦 你把这个桌子放到高温炉里去加热 温度一升高 这个原子就开始会扩散 就会到处乱跑 固体也是一样 就会渗进去 而且各位不要忘记了 这个东西要渗进桌子里 真的还要蛮久 因为这个东西才太大了 可是各位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东西只要渗多少就够了 你想想看嘛 这个宽度是0.1微米嘛 那它渗进去的这个可能只有 20个奈米 30个奈米而已 你要让一个固体渗进去 二三十个奈米 那是很容易的事 只要加热一下就进去了 可以吗 这一种方法就叫做高温扩散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有 各位请你翻到课本的287页 第二种方法更简单 第二种方法呢叫做离子布子 这个是目前晶圆厂用最多的 是第二种 第一种呢太low-end了 那第二种非常简单 什么个简单法呢 来看这个图 287页 首先呢 矽晶片上先涂一层塑胶 涂完之后呢把光照放上面打光 打完之后呢 炮化学药品是不是融掉 这个宽度是不是0.1微米 接下来 直接 把氮气 各位 氮磷升TB 氮是5A的 气体 把这个气体变成电浆 怎么弄 用这个机器 把氮气呢通进来 给它一个高能量 最后就变成氮离子 气体离子又叫 电浆 对不对 这个带震电 矽晶圆放这边 通一个负电 这个氮气的离子是就射进来 怎么射 射进来有没有 各位这边是不是射进来 那这边呢 这边是不是射到塑胶里去了 然后泡化学药品就 去掉 恭喜你 你把水沟做出来 可以吗 感觉一下就好了